从过去到现在 它的这个物价已经 他们估计已经上升到19%了 可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它的薪资是持续在往下滑 那表示什么呢 薪资持续往下滑 物价快速的大幅度往上升 这表示你的实质的薪资下降了更快 当你的实质薪资下降更快 而房价或者是这些饮食等等的价格 都在往上升的时候 当然你会觉得你的生活 远不如两年以前 这是必然 那这个情况要怎么 到11月为止 这种猝敌反弹的现象 假定确定下来了 24年的情况 应该是慢慢好转 基本上它的关键还在房地产 我就应该看 它的这个房地产业的这个衰退 应该是慢慢再缓和下来 整个经济被拖累的 这个最大的往下走的力量 可能就不再发生作用 那就要看其他 它的这个往上拉的力量 够不够强 因为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一直在强调 就是好像中国政府 对于目前情况 始终没有下很大的力量去 因为拜登目前的这个手段 是不断地在加强 而且到了11月 美国大选的时候 有可能川普又上来了 那川普上来就会 更进一步地 去强调他的这个手段 因为川普现在已经放了一个狠话 他说他将来对全部的中国的产品 都要磕10%的关税 过去他是已经磕了25% 那不是全部 那是针对若干产品 那些是全部中国大陆的出口品 他都要磕10% 所以这个打击是全面的 可能影响更大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中国大陆 日本央行总裁石田的这个说法 他说他认为目前的这个通货膨胀率 3%或者再低一点 他基本上是输入性的通膨 就是因为进口产品 因为日本不是不断地 让这个日元贬值嘛 所以进口货的价格就升高了 因此进口货的价格升高 把他的物价推高了 那不是真的通膨 但是他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如果薪资升高了 他会考虑到 让他的这个货币政策正常化 那什么时候薪资升高呢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大家预估到了明年 所以我们发现 发现 global growth for 2023 will turn out to be at around 2.7% which is up from 2.3% that we were expecting in May 2023 but our forecast for 2024 is lower down to 2.4% 欧美亚洲国家 就是2024的一些经济展望 跟全球的一些相关的变数 那在美国的部分 我看他11月的这个PCE 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这其实是连准会相当重视的 我看其实他们的降幅 都还蛮明显的 11月的部分已经从 2.9%降到2.6% 他说是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的增长 那再来就是核心的PCE的部分 也是年增到3.2% 所以他的计增的部分 第三季核心PCE的计增的中值 是只有剩2% 所以代表他们的这个通膨 其实比联准会还要预估的 更快速的下降到2% 那他的GDP的部分 其实有微幅的往下降了 就是原本预估说 大概是5.2% 就是第三季只有4.9% 所以在这些数据相关的呈现之下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是对于他们后来货币政策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其实除了刚才这些 我们已经看到的数字之外 这都是联从会希望看到的数字 还有两个数字 我们可以观察的 一个就是美国的工资 美国工资 如果你能够找到那条曲线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美国工资呢 其实已经连续下降了 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还在持续下降 另外美国的雇用成本 也在往下降 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的失业率呢 最近这几个月反而升高了 这就是联准会最想看到的东西 我们意思说联准会要看 劳动市场是不是还这么紧张 如果他的工资还在持续下降 他的雇用成本在下降 而失业率的升高 表示劳动市场已经不紧张了 甚至有人开始担心 是不是已经有点下降过头了 所以从这些资料来看的话 联准会呢 大概降细的时间不远 那另外就是呢 也有很多人认为就是 美国2024年可能不会衰退 可能还会保持一个正的成长率 但是有人认为可能要衰退 可能是温和的衰退 但是不论是衰退 或者是比较低的成长率 都表示美国经济也冷却了 那就会让联总会呢 更有机会提早去降息 所以现在大家对降息的 这个时间的预测呢 都不再往前提 提到大概三月 所以有可能在过几个月之后 真的通膨率降到只有2 就是达到联准会的目标吗 目前的情况其实还看不清楚 目前当然还有一些变数了 主要变数还就是油价 油价 我们看到这个产业国家本身 他们在挣扎 有些国家要减产 有些国家不要减产 而减产的目的是 我们要把油价提高 那是因为他们之间 不是完全的统一他的这个意志 所以有可能油价就在这个地方就震荡 所以油价可能就不太会升了 油价不升的话剩下就两个变数 一个就是乌尔战争 一个是亚战争 而乌尔战争呢 大家的估计都是已经快要结束了 如果美国再不给乌克兰足够的这个军援的话 乌克兰可能就已经撑不下去了 而俄罗斯呢 他也很早就放出来 他愿意和谈 只要能够保持目前战略的土地 他就和谈 那这点是跟泽伦斯基 是彼此不能够认同的 可是如果乌克兰到最后呢 他真的弹尽圆绝 他没有办法再支撑了 他也只好进入这个条件 所以有可能乌尔战争就停止了 那以哈战争呢 以哈战争这件事情呢 第一个最直接就是 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这个冲突 由于以色列杀戮太多了 所以全世界都反感 连美国都不敢再支持他了 所以以色列他虽然在平安夜 还在痛下杀手 但是以色列可能他也会感受到压力 所以可能这个部分呢 会慢慢可能想办法就让他混合下来 而至于以色列跟哈马斯之外的 像这个叶门的这个青年运动 这个叛军 在攻击红海 那这个部分呢 目前看起来 在美国的军舰的这个护航之下呢 可能慢慢的也会改善 bottom line is these attacks have to stop they need to stop they're unacceptable the United States our allies and our partners will do what we have to do to counter these threats and to protect these ships We have joined 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 in the Red Sea because we support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is is not just a British interest this is a global interest it really matters that ships are able to carry their cargoes without being attacked through the Red Sea through the Suez Canal an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at's why we sent ships to help with Prosperity Guardian that's why we will use those ships to stop missile attacks but the clear message here and over ten countries have signed a statement saying to the Houthis these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they're illegal and they've got to stop and if they don't stop action will be taken 所以这几个变数 如果慢慢都消失的话 物价可能不会再上降 所以它这个降息在提前 它的标准还是要看 它们的经济成长率为主吗 如果它的经济 更快衰退的话 它的降息时间就会更提早 不过现在已经把它提到 三月份已经算是很早 等于是第一季就降息 大概不会再提更早 因为它等于第一季 是有两次FOMC的会议 所以可能一月底二月初 台湾时间一月底二月初 这个可能还是不会扁 然后三月的那一次 可能就会有一些调整 对 andere ökonom们 sagen 从明月份已经 第一次资金减 在FED在25% 和第一次资金减 在第一半年 在EZB 我们也认为 它们在三、四个月之后 然后在第一次资金减 在第一次资金减 资金减 资金减 在第二次资金减 老师那像缩表 它会比降息 还要提前操作吗 始终没有人提到缩表 因为我看到这次 还是说持续的缩表 所以它一直 因为没有人管缩表这件事情 所以它一直在持续的这样做 可是美国政府 在同时在大发公债 大发国债 所以他们现在对这个 国债的这个 这个存量这件事情 已经不太去讨论了 所以它可能在讲说 它持续的缩表 650亿跟350亿的这个 就是不动产抵押证券 跟这个国债的部分 那另外一方面它又一直发 所以这两个力量 就可能是互相抵消的 所以它就没有必要 再讨论缩表了 所以缩表就持续 反正它不管怎么样说 美国政府发的更多 所以到时候我们要看 降息时间到底 会不会在3月 可能就是看 劳动力市场 就是失业率的部分 那美国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Titalk 最近有一个很热门的词 叫做无声萧条 那因为很多的Titalk上面 当然在讨论说 美国在于住房交通跟食品 这几个关键支出 在美国人 他们平均薪资当中的 消费占比非常的高 而且比例逐渐的提高 所以会认为说 虽然看起来经济还不错 可是民众的感受是 生活越来越不好过 所以他们认为 这叫做无声的萧条 可我看有一个 哥伦比亚的 这个经济学教授豪斯 他就说 其实就是他们在讨论说 现在生活比1923年的时候 还要更不好 其实这是一种 跟现实脱节的观点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 通膨才会造成 这些占比的过高 事实上并不是 有所谓的萧条的情况 是这样子吗 的确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 美国的这个通膨 在往下降 但即使是往下降 并不表示它的物价 在往下降 对不对 因为通膨是物价上升的比率 所以通膨往下降 比如降到2% 就表示物价还在上升 只是上升 每年上升2%而已 但是从过去到现在 它的这个物价 已经他们估计 已经上升到19%了 可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它的薪资是持续在往下滑 那表示什么呢 薪资持续往下滑 物价快速的大幅度往上升 就表示你的实质的薪资 下降了更快 当你的实质薪资下降更快 而房价啊 或者是这些 这个饮食等等的价格 都在往上升的时候 当然你会觉得 你的生活呢 远不如两年以前 这是必然的 那这个情况要怎么改善呢 这个情况呢 大概就要等到它的 经济成长率呢 能够在持续不断的 在上升 而当经济成长率不断上升的 是过程当中的 整个市场把物价上升的部分 慢慢消化掉了 工资也开始恢复正成长 到那个时候 这个情况呢 才会改善 但是当然这个不能叫萧条 萧条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 1929年大萧条是 整个股市崩盘 失业率到20%以上 而且大家都 失业在街上都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饭吃 那个才叫做萧条 而且持续了好几年 将近十年 那现在呢 失业只有3%几 股市还不断地在往上涨 大家都有很好的工作 所以虽然生活成本不断升高 那是因为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后果 而且他的生活成本升高 是相对于他的收入没有升高 扒出来的这个怨言 所以只有等到他的这个经济成长 带动他的薪资 慢慢回到实质薪资正成长的情况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所以等于在2024年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度过一个比较痛苦的这一年 因为我看2024年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成长率 都是往下修的 就是比2023还要再弱一些 那2025年就会开始反弹往上走 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成过2024这一年 对就是只要你的经济成长 不能带动薪资足够的往上升 升到可以弥补物价上升的这个差距的话 你的生活不会改善 好 那再来是这个欧洲的部分 路透社它是根据这个SMP的Global 和汉堡商业银行的发布的数据说 2023年12月份就是欧元区的这个 综合采购经营人指数是从47.6降到47 它经济主力是这个服务业的PMI 也从48.7掉到48.1 制造业的部分一样是44.2这么的低 所以这所有的数据其实就是低于50 这个平均线之下 就是等于是说这个都是呈现衰退 而且比较低迷的情况 所以欧元区的部分是不是状况非常的不好 我看这个德国也是不好 那是不是会呈现连续两季的 所谓的技术性衰退这样的趋势 所以大家都认为应该会发生 就是它第二季已经是衰退了 第三季如果衰退的话 就是技术性的衰退 欧元区 对不对 第二季是0.6 你看它的这个季节的这个增减量来看的话 第三季是比第二季下降 而第四季可能比第三季还继续下降 等于是连两季衰退了 那并不是整个经济衰退 是它的按照季的这个成长率来看的话 连两季衰退 所以就可以当作是技术性衰退 所以老师 那他们这个技术性衰退的情况出现的话 因为我看他们的通膨 其实比美国更快速的降到2 这样子的标准 所以他们提前降息的几率其实会比美国还要更提早吗 会 因为美国经济表现还不错 我们说第三季表现蛮好的 第四季应该还正成长 但是欧元区如果从第三季第四季已经开始 技术性衰退了 因为我知道面对经济衰退的时候 你对抗通膨的手段 通常都会尽量让它减弱 所以欧洲央行可能会提前降息 因为我看他有讲到说 他在2023年12月14号那个会议当中决定不要升息 然后那时候也说 在2024年的年底之前 就会停止他们所谓的 就是PEPP的再投资 其实他就是跟美国的缩表很像 就是我不再购买那些国债 而且他们有可能结束量化紧缩 开始量化宽松吗 那是比降息还要更往前走一步 因为量化宽松就是它开始扩张它的货币供给量 那降息当然你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步骤了 但是通常我们讲到量化宽松的时候 我们会讲的会强调是 它除了降息之外 它会扩张货币供给 这个美国还没有人提到这件事情 所以表示欧洲可能对这方面的需求更迫切 所以他可能不只会提早降息之外 他可能在量化宽松的部分 他们也会比美国还要更优先考虑 就像刚才那个他停止 比如说停止缩表 他现在不是停止缩表 是他还要再扩表 量化宽松是还要扩表 所以他是如果原来说年底前停止缩表 那现在可能是不但是停止缩表 而且还要反其他而行 他不太可能2024年的年底才停止 对 看起来应该不会 应该会再更提前 就是停止缩表的时间可能会再提前之外 他有可能也会在2024年的时候考虑要不要扩张他的资产负债表 如果他的经济状况还是很不好的话 这个动作是一个连续动作 你从一直缩表到停止 这本身就等于是开始要扩张了 所以停止之后再往下走一点就是扩张了 那就表示他的停止缩表的时间会提前 这个是在美国还没有人提到要做的事情 但是因为美国我们刚刚说已经他在大发国债 所以也许本来等于是美国在量化宽松了 对于美国而言他要提早降息的几率 我觉得会提高会不会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不断的发展 然后他现在维持这么高的利率 其实他的利息是很高的 也有可能就是让政府的负担可以减轻一点 但是他不断的发展会把这个降息的效果会抵较掉 欧洲的部分我们要观察什么样的指标 才会知道说他停止缩表之外 有可能开始转为扩张他的货币政策 或者是开始提早降息 他最主要的要看哪些指标 那就是两个指标 一个就是他的通膨是不是在继续往下降 如果还快速往下降 同时他的经济看起来表现比现在还要差 那就会提前停止做表 那目前看这两个指标其实都还蛮符合的 对都有可能发生 那再来是日本的部分 日本在2023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的会议 其实比大家都还要晚在12月19号 那时候他们还是一样维持大规模的货币宽松 那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他们其实通缩 他们真的是怕了 然后希望还是能够维持2以上的通膨 可是最近在这个通膨的部分 他们其实CPI的年增率从3.3放缓到2.8 我觉得他们可能觉得有点紧张 怎么又掉下来那另外一方面核心CPI的部分 也是从2.9放缓到2.5 所以这是代表说他们决定还要继续 推迟量化宽松要停止了这个时间 最主要的原因 按照他的这个日本央行总裁石田的这个说法 他说他认为目前这个通货膨胀率 3%或者再低一点 他基本上是输入性的通膨 就是因为进口产品 因为日本不是不断地让日元贬值 所以进口货的价格就升高了 因此进口货的价格升高 把他的物价推高了 他认为主要是这个原因 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 就表示那不是真的通膨 一旦这个原因消失了 他就会立刻就发生跟原来一样的通货紧缩 而这个原因什么时候消失呢 只要日元升值 他就消失了 所以他现在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负利率政策 就是希望继续维持他的这个日元的这个汇率呢 还是在一个低点 相对低点 这是泽田河南他的说法 但是他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他认为目前呢 虽然通膨看起来升高了 可是工资并没有升高 工资才是他最关切的一件事情 如果薪资升高了 他会考虑到让他的这个货币政策正常化 那什么时候薪资升高呢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大家预估到了春天的时候 可能很多企业都会调性 那个时候薪资升高了 也许符合池田河南他的想法 可能那个时候他会认为那是正常化的这个好时机 因为我看他在调话当中一直呼吁 就是企业应该要调高薪资 可是问题是你要替企业调高薪资 必须他有获利 他才有办法调高不是吗 或者是他缺工 然后必须花更高的薪资去找人 因为如果大家都认为春天 很多企业调高薪资都要表示呢 这个条件可能已经满足了 而且我记得在日本春季的时候 他有所谓的春斗 对 所以那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观察变数 对 所以他可能在等春斗的结果 如果春斗结果真的把工资推升得蛮高的 那他就毫无疑问 他可以让它正常化了 好老师 再来是中国大陆的部分 其实我记得在就是中国大陆一结束 他的这个清零政策的时候 就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很快速立刻转向 立刻停止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预测说 2023年中国大陆会开始非常强劲的复苏 非常的好 就没想到大家都预测错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就是整个完全不同结局的感觉呢 影响大陆经济的最准的因素 不是中国大陆政府可以控制的 也是大家事先预料不到了 就是房地产的危机 其实到了房地产的泡沫 我已经担心了很多年了 这个泡沫 现在有人估计大概从2012年就开始 就是涨起 涨了十年 所以那个泡泡已经吹到 已经大到不能再大了 而且这个泡泡在吹的过程当中呢 一方面这些舰商呢 用极高的杠杆 浮烂的贷款 浮烂的建设 一方面呢 这些地方政府呢 就跟他们勾结在一起 就拼命地把他的土地这个圈起来 卖给他们来赚钱 所以这样的一个泡泡吹到最大的时候呢 它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了 一方面就代表 这些房地产 这些业者 他已经岌岌可危 他本身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随时一推就到 另外就是地方政府呢 因为跟着他们就搞这个 这个卖地呀 然后建设啊 借债呀 结果地方政府呢 他的财政的这个负担 也越来越强大 所以这个泡沫 如果不早点把它戳破的话 它造成的危机是越来越可怕的 所以其实在过去十年当中呢 他早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个泡泡戳破 问题是没有人想做 有人就在说了 他说过去十年大陆经济 就靠这个泡泡在撑着 若不是这个泡泡撑着 大陆经济在不会有这么高的成长率 我想这种说法 大部分是属实的 所以在过去的这个政府的领导者的眼中呢 保住这个泡泡是保住成长率的法宝 所以让它越长越大 习近平这次不小心把它戳破了 那这一戳破这个后果呢 事实上是你事前都可以预料到 就这么大一个泡泡 其实到这么多的房地产的厂商 建筑 银行的融资 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一旦破了整个垮下来 它没有把整个国家压垮就算不错了 还能够维持一个经济政策成长 你是万幸 所以这个预测错误呢 其实是大家都没有发现这个房地产的危机 如此的惨重 如此的可怕 三条红线画出来不久很大就垮 对 2020年的8月提出来 然后正式预定是2021年的1月1号开始执行 所以等于是它2020年的下半年画了这三道红线 那2020年其实是在疫情发生的时候 老师我是在想说 如果它这个三道红线不要在疫情的时候去画 因为我觉得疫情它其实会加重那个力道 如果它是在疫情结束之后再去画那三道红线 会不会冲击比较小呢 我觉得也不会 因为这个怕怕太大了 大的太可怕了 任何时间错破它的危机都是一样重 所以它是2021年9月的时候恒大被戳破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怕怕戳破的开始了 所以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画三道红线 对 然后2021年的元月开始实行 9个月之后恒大就爆了 对 所以恒大9月爆发 那后面几个月就开始陆陆续续的 就牵扯到其他的这个房地产业 像碧桂原才爆发出来 所以它的这个泡沫真正完全破灭 所以它就把整个经济都拉下来了 等于是在2023年整个经济就开始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所以它等于是晚一点戳也是一样吗 因为我想说这个疫情因为清零政策 其实对经济伤害已经很大了 那这个时候再去戳它 那感觉就会 就是连带的算是骨牌效应一起倒不是吗 在危机的阶段去引发另外一个危机 的确是比较可怕的事情 但是我刚开始强调 我说房地产这个危机实在是太大了 它不是任何事情可以影响到的 所以只要它单独发生 它的后果都非常可怕 那我们如果再进一步来看 就是中国大陆它在这个GDP 就是他们经济成长率的细项上面的比重 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呢 因为我看它其实在消费的部分 是占37.17% 它比上一次还要再往下缩小 那政府支出是增加的 那资本形成的部分 也是略为增加其实差不多 那出口的部分也有一点点的提高 提高了0.7级 那进口的部分也是大概持平 所以出口减进口的这个进出口的部分 也是就是有往上升到3.21% 所以他们目前这个GDP的细项比重来看 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或者是一些什么现象吗 等于是消费是略为下降 然后支出是略为增加 这两个其实好像有比较明显 出口也是增加一点点 看看 好 你从这个数字上来看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红线是投资嘛 资本形成 对资本形成 资本形成 你可以看到它从2020年 就差不多开始在往上升了 对不对 一直上升到现在 就是它的投资其实是持续在往上升 这上升的幅度都不是很大 对 那持续在往上升 那它的消费是持续在往下降 嗯 然后那个投资增加 出口增加 对 投资跟出口都是增加的 所以它的整个经济的动力 你老师要看这个吗 社会消费品领售销售嘛 对 所以等于是 它这边又是增加的 对 你看这2023年 2023年 2023年 从这个3月以后 对 3月下降 下降到6月 嗯 然后到8月开始回升 对 对不对 从7月 7月下降之后 然后8月 9月 10月 开始回升 而且回升的幅度还蛮大的 对 11月又降下来一点 对 可是它这个趋势 显然是往上走 嗯 所以表示 虽然它过去这样的时间呢 嗯 尤其是前半年 嗯 曾经往下掉过 嗯 那现在就开始在回升 所以就这几个变数来看 看到 如果消费开始回升 投资在上升 嗯 出口在上升 就表示这个经济的动力 已经在恢复了 所以这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 这一部分 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很好的现象 就是表达它触底 在反弹当中 所以老师如果以产业来讲的话 嗯 那其实刚刚那个是比较牵涉 所谓的内需为主 就是社会品的这些销售来讲 零售销售 那如果以它的各个产业来讲呢 这个行业的这个年增率啊 对 你发现还是一样 就是21年的1月是一个突起来的高点 这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它刚刚开始在封控 可是工厂还继续在运作 嗯 但是其他国家都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的时候 它突然就升起来了 但是从而高了以后呢 就一直往下降 嗯 一直往下降 降到 算是22年的下半年 这个 这个蓝线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仓处 对不对 交通运输嘛 对 这升蓝了 就是它掉下去 然后再拉起来 对 到了 好像10月算是最低吧 对 然后11月开始回升 对 11月回升 然后大部分都是保持这个趋势了 嗯 然后到了 今年 上半年的时候呢 很多是 微幅下降 对 等于是到2023的 4月之后 到了一个比较偏高的高点之后 又往下降 对 除了有一个 比较低之外 交通运输还是保持 交通运输上面有写8.8 对 有略微上升了 对 你看最下面 然后唯独往下走的是 房地产业之外 就是上面的这个数据 房地产业之外 房地产业之外 对 其实其他都是持平或者是往上升 但是住宿 餐饮那个 就是那个 蓝绿色那一条线最高的部分 它是 它是到了高峰以后慢慢回降了 就表示它在解峰以后的那种 往上升的那个势头已经过了 开始缓和下来了 但是还是在高点了 老师 它如果以旁边这个第三季的数据来讲 因为它的第二行其实就是第二季 所以住宿跟餐饮业是下降的最多 对 然后房地产业其实并没有起色 还在往下走 对 那房地产业一直在往下 每一年每个月都在往下掉 然后批发零售也是往下 然后工业往下一点点 它的降幅比较少一点 然后农林牧与业的部分 就是往上升一点点 然后交通运输的部分 下来一点点 然后再来就是建筑业 对 应该跟房地产差不多 它也是下降幅度比较大 金融业也是略往下降 孙老师以它这个各产业来说的话 有呈现什么样的现象吗 它这个产业当中 还是跟房地产有关的 是伤害最大的 其他部分大概就保持在 着平稳的状态了 或者略微有点下降 所以等于是它内需的部分 有开始比较转好一点 可是在产业的部分 其实还没有一个触敌反弹的走势 对 没有 还是受到房地产业的拖累了 孙老师那以中国大陆 目前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 2024年它会有些 有什么样的发展吗 或者是大家要比较小心 或者是比较好的地方吗 如果它 我们刚看到这个 到11月为止 这种触敌反弹的现象 假定 确定下来了 2024年的情况 应该是慢慢好转 基本上它的关键 还在房地产 那房地产这个部分 我相信经过这一年的整顿 应该慢慢稳下来了 我就应该看它的这个 房地产业的这个衰退 应该是慢慢再缓和下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表示 房地产的这个危机 可能就稳住了 稳住以后就表示 整个经济被拖累的这个 最大的这个 往下走的力量 可能就不再发生作用 那就要看其他 它的这个 往上拉的力量 够不够强 因为到目前为止呢 大家都一直在强调就是 好像 中共政府呢 对目前情况 始终没有下很大的力量 去去推它 去刺激它 这个可能跟习近平的作风 是有关联的 就他不喜欢像过去那样 用大建设啦 或者大支出的方式去拉经济 其实 美国经济今天这么好 就是拜登用非常大 撒钱的这种方式 拉出来 但是 习近平他就不要做这个事情 他可能是希望稳扎稳打 让这个经济慢慢 就一步步走稳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也是一件好事啦 就是让经济的实力呢 慢慢的能够巩固 加强 然后最后 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走向 只是他可能需要花 比较长的时间 对 那另外就是 还要看 美中对抗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打击 强度会增加多少 因为 拜登目前的这个手段 是不断在加强 而且 到了11月 美国大选的时候呢 有可能川普又上来了 那川普上来就会 更进一步的去强调 他的这个手段 因为川普现在 已经放了一个狠话 他说 他将来对全部的中国的产品 都要磕10%的关税 过去他是已经磕了25 那不是全部 那是针对若干产品 那些是全部中国大陆的出口品 他都要磕10% 所以这个打击是全面的 可能影响更大 所以 这个大概就是 中国大陆将来 面对最大的变数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 有身份证的 专利活菌 能产生 GABA 色胺酸等 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 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 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酥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太阳星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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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星全校